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5月23日,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2日在谈及联邦政府最新推出的抗疫措施时指出 联邦政府已经培训了一批雇员,他们每天能完成3600个跟踪新冠病毒接触者的电话 与此同时,加拿大统计局已经培训了另外1700名面试人员,后者每天能致电最多2万个追踪电话 特鲁多在昨日22日召开的例行新闻会上说,他在本周四与加国各省和地区的领导人召开了自新冠大流行被宣布以来的第10次电话会议 谈话内容包括了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增加新冠的检测和跟踪接触者,从而改善确认病例和监控病毒传播的能力 特鲁多说,联邦政府将在三方面为各省和地区的抗疫努力提供援助 包括第一,提升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与各省和地区合作加快病毒检测 第二,加快跟踪曾与新冠患者有过接触的人士,确保后者被隔离和接受病毒检测 第三,全国各地的省份和地区应分享相关的数据 他在谈及如何加快跟踪新冠病毒接触者时说,联邦政府已经培训了一批联邦雇员 这些雇员每天都能完成3600个跟踪新冠接触者的电话 另外,加拿大统计局已培训了另外1700名面试人员 后者每天能致点最多2万个追踪电话 他说,联邦政府可向所有省份和地区提供上述帮助 联邦政府已为安省在打电话跟踪新冠接触者方面提供了协助 清理一些积压个案 特鲁多还指出,联邦政府很快将强烈推荐加拿大人下载一种能监控病毒的应用程式 他解释说,为了让人们行动自由 需要有精准地找到新病例以及对新病例进行隔离的能力 因此,联邦政府正在研究多种应用程式来帮助政府监控病毒的传播 他说,联邦政府正在就跟踪接触者和监控病毒的应用程序 与多个不同的合作伙伴合作 在数周内,政府将强烈推荐加拿大人下载一种能帮助我们控制新冠传播的应用程式 特鲁多还就近期发生的一连串针对亚裔家人的种族歧视事件表明了立场 他说,仇恨歧视在加拿大没有立足之地 这不是我们作为加拿大人的所作所为 他向亚裔加拿大人喊话说 我们都将与你们同在 我们将不会让仇恨分裂我们 自从疫情在加拿大爆发以来 政府针对失业者、学生、商家等群体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福利金 然而,很多人都不清楚自己满足哪些福利的申请资格 既担心物理,又担心漏力 现在,加拿大政府官网新推出了一个线上工具 能够轻松帮你判断都有哪些福利金可以领取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5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新网页 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建立了许多补助计划 帮助学生、父母、老年人等度过这一次危机 其中包括许多福利,例如CRB、CESB、暑期工作计划 和针对海外加拿大人的紧急贷款计划等 特鲁多表示,如果你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却不知道哪项福利是属于自己 我们有一个线上查询工具可以帮你提供帮助 特鲁多说,大家可以在网站上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 包括所处的省、地区 填写一些因疫情造成损失的细节 表明自己目前的处境 此外还有关住房、育儿福利、学生贷款等问题 随后网站会根据你的回答 来帮助确认各项福利的申理资格 比如,你是在打算9月秋季学期重返校园的大学生 并且有学生贷款 那么,你可以领取CESB学生补助金 暂停贷款或在2020年学年 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 特鲁多还强调,这个网页不能完全保证申请人有资格 只能为大家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 因此,在实际申请时 人需要仔细检查自己 是否真正有资格领取福利 如果你目前的情况和政府推出的福利都不匹配 则该网站会建议你将来再查询是否有新的福利 如果担心错过政府福利 不妨快去查一查吧 随着BC省的重启 各大商店也都重新开门营业 不过,有不少的消费者都注意到 最近在去理发店或餐厅消费后 小票上会多出一笔额外的费用 张家一般都会称这笔费用为新冠附加费 主要用来弥补商家在购买防护用品 以及因为社交距离而导致客流量减少的损失 北温一家美发沙龙在周三21日时重新开业 重新开业前商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方说,加装了玻璃屏障减少了店内的座位 这不仅导致开销上升,还让顾客变少 而且法郎用品的成本相较于疫情前有,大幅上涨 打个比方,一盒染头发时会用到的一次性手套 本来只要8.95加币 现在直接要20加币,翻了一倍都不止 为了不亏本,商家向每位顾客都收取7.55加币的新冠附加费 这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很多客户都很不满 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捡个头 怎么还要被收了钱 但店家很无奈 他们表示,自己没得选 为了能够继续营业不赔本,只能增加这笔费用 当然,也有很多顾客都表示理解 毕竟在这个非常时期 多花点钱就能保证自己不被感染 还是很划算的 在美国,也有位顾客在吃完饭后 发现发票上有一笔2.19美元的新冠附加费 这名顾客将发票发上社交网络后 很快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不少人都无法接受这笔额外的支出 餐厅在受到大家狂风暴雨般的斥责后 也受不了了,发布了一份声明 请理解,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占你们的便宜 联加表示,他们的肉类,家禽,海鲜等供应商纷纷大涨价 但他们并不希望在菜单上涨价 因此才出此下策弄了个新冠附加费 而且他们在店门口和网站上都明确提到了这一点 可没想到大家的反应都这么大 苏里士Flywood商业改进协会的执行董事迪恩·巴布尔 也意识到新冠附加费的存在 而他认为这项新的收费应该被取消 巴布尔觉得这项收费引起了混乱 因为这笔费用并不是由政府实施的一项全民税收 附加费只是部分企业决定收取的费用 以抵消疫情期间的一些额外的经营成本 很多顾客看到自己的发票上多出这么一笔钱 都会相当的不满 不少人都表示这笔附加费直接从小费里扣就好了 这不仅让客人心里不舒服 商家的口碑也会一落千丈 因此相比于增加附加费 巴布尔还是建议店家们可以适当的提高价格 UBC商学院的教授Daren也表示 如今的消费者们对出门消费还是抱有一定的借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笔附加费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 在很多人还是不敢去理发店 或者不敢出去吃饭的情况下 收取额外的附加费无以使血伤加霜 促使消费者们更愿意留在家里 而这笔钱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也成了问题 因此专家们一致认为 如果有额外收费的话 商家在顾客消费前也一定要说清楚 如果商家没有说 那顾客也有权利不支付这笔款项 那么你觉得商家在疫情期间 收取额外的费用到底合理吗 加行此前因为退票不退现金 只提供有期限的贷金券 而遭到大量的投诉 周五22日该公司宣布新的规定 为那些希望疫情期间更改旅行计划 或者取消航班的人提供新的选择 加行周五表示 对于6月30日订票 旅行计划在今年3月1日至6月底之间的机票 可以免费改签 对于航班取消或者旅客想要取消旅行的情况 只有不可退款机票的旅客 有两个新的选择 可以转让并且没有有效期的贷金券 或者可以购买里程 并且里程数高于通常价格的65% 是有可退票的机票的旅客 可以选择退款以及另外两个选项 这一消息宣布之前 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拿大的航空公司 向所有受到疫情影响而取消旅行的人 提供全额退款 批评人士要求监管该行业的联邦政府部门 强迫航空公司向旅客退款 加航表示 今年迄今向客户退款的金额已经接近10亿元 自今年3月中 加拿大各大航空公司开始 不再向取消航班的旅客退现金 而是提供期限为24个月的贷金券 周五 加航也宣布了97个目的地的夏季航班计划 比去年同期的220个减少了一半 从周五起 加航恢复到美国6个目的地的航班 6月份的国内航线将从34条增加到58条 加航表示 计划于6月和7月执行非更多的欧洲城市 并在破批准的情况下 恢复温哥华至上海的航班 上周 加航刚刚宣布将裁员2万人 疫情下 加航的业务已经减少了95% 加拿大联邦政府下属的 加拿大房贷和住房公司CMHC指出 大流行疫情开始影响到 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健康 导致靠申请房贷购房者 不能按期支付房屋抵押贷款的人数明显上升 房贷月供违约延迟问题最严重的两个省 是魁北克省和阿尔伯塔省 魁北克省不能按期支付房贷月供的 房奴比例是27% 阿尔伯塔省是26% 都超过了1% 安大略省为21% 以下是其他省份在总延期中所占的大致比例 卑诗省7% 萨斯科特温省5% 新布伦瑞克省5% 曼尼托巴省4% 新斯科特省3% 纽芬兰河拉布拉多2% PEI0 加拿大房贷和住房公司首席执行官一文 在这个星期在加拿大联邦议会财政委员会作证时警告说 虽然加拿大全国房贷月供违约延迟的平均比例是12% 但是9月份这个比例可能会上升到20% 因为大流行疫情对加拿大经济的打击到那时才会比较充分的表现出来 而加拿大全国房贷月供违约延迟问题的恶化 反过来又会让加拿大的经济进一步恶化 根据CMHC的估计 加拿大家庭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今年第三季度可能达到130% 这比大流行前的99%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例也可能从176%急剧上升至第三季度的230% 一文说这个比率已经远远超过了80%的零件门槛 高于80%则会加剧对GDP增长的拖累 同时CMHC预测未来12个月 加拿大房价将下跌9%至18% 一文说由于新冠大流行 CMHC正在考虑改变城堡政策 随着债务水平的飙升 未来会更加严厉的限制贷款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视频的下方为我们留言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